我先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今天這樣的課程 我們以後會怎麼上 然後怎麼樣把這個課程放到你自己實際上的應用 這樣音量可以啦 應該比我男麥克風 因為人不懂人都不男麥克風 因為男麥克風都乾燥 在我過去記憶讀這個概念裡面 我們有一堂課叫做NDO 我們有一堂課 叫做NDO 那有沒有人知道NDO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OPD是什麼 就是事業說明會 它叫operativity的meeting 然後NDO是什麼意思 是信息 其實它也是三個英文字 這樣N就是new D就是distributed 我會念也不會聽 distributed就是所有的傳銷商 或是績銷商 All是orientation 訓練等的研討會 所以其實NDO你從這裡面去看是針對誰在上 新人在上 既然它是針對新人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做組織行銷跟一般的傳統行銷不太一樣 傳統行銷是當你把訂單1000 代表你今天是在cross 就結束了吧 對不對 可是組織行銷不是喔 訂單1000才剛要開始 大家聽得懂嗎 所以因為我們不是只要一張訂單 我們要的是什麼 它願意進來發展 我們能夠透過它去發展出一個新的團隊 透過自容發展一個新的團隊 不是說我只要自容這一張訂單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要先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跟傳統業務不一樣 所以又是到我簽單的動作就close了 那close之後你是只要負責做服務就好了 你服務的目的是希望它有更好的口碑嗎 再幫你創造新的客戶出來嗎 可是組織不是這樣子 組織是當你簽單的時候代表開始 你跟它的互動才要開始 跟它合作才要開始 所以我們不是只是單純說 我只是要簽一個訂單 而是我希望透過它能夠去發展 這樣了解嗎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這個NTO的課程 這NTO的課程 那在我自己規劃裡面 我們以後訓練會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談銷售的訓練 一個是談組織發展的訓練 這兩個走向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在發展在經營組織的過程 可惠銷售的人怎麼可以做 可以啦 它有它的做法 就是我就不斷地去做B線的close 然後把線往下排 這是一個方式嘛 那有一種人是很會做組織發展 他可能自己都推薦很多人 但他有辦法去補導這個人 去把他的人找出來 兩個方法都OK 看你個人給他起價哪一種 所以這種訓練會分兩部分 一個叫做銷售的培訓 一個叫組織發展的訓練 組織發展訓練 組織發展訓練 底部就是發展的課程 會分這兩個部分 那西人如何起步 是屬於組織發展這部分的課程 這樣OK嗎 這第二個觀念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講兩件事情齁 你是要教他會 你是要教他會做還是要教他要做 要做 以前很少人在想這件事情齁 很多人的NTO是把它弄得很複雜 很複雜齁 然後我試圖要把你教到你會做 但是會做的人代表代表他要做 到這邊OK嗎 這個概念OK嗎 我努力教嘛 你教到你會做了 但是如果你不要做 對我們團隊有幫助嗎 聽得懂 就是說訓練網 它不是一間類似大學這種東西 是要你先學會很多東西才能過來做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組織的概念叫什麼 邊做邊學 重點是你要不要做 所以我的概念是NTO的目的 是教到你要做 不是教到你會做 到這邊OK嗎 所以如果大家有這個公式 你就會發現 當你在看這個教材 你就不會覺得它內容太過於簡單 雖然這個教材沒什麼 但是上法很特別 因為你如果我目的是鎖定在它要做 就有幾個重點要拉出來看 這是第一個 然後如果是鎖定它要做 那請大家在以後 這個課程不應該是用大型的這種 這種方式來上 它應該是在什麼時候上 應該是在你簽完 我們會員申請書的時候 馬上把這一本拿出來 大概再跟它花個30到60分鐘 至少要大概40分鐘的時間 當場幫它把這個新能國寫過課程完成 這樣OK嗎 因為重點是這時候 我要強化你要做的這個決心 跟你要做的一些簡單的方法 那很多方法是我會進階 一步一步去補期 你整套課程上完之後你就變成會做 那前提是你要先要做 這樣聽得懂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看這整個內容的時候 我都只鎖定在一件事情 我要試圖影響你 要做這個階段不是讓你會做 我沒有辦法再兩個小時 這如果是這樣的課程它要兩個小時 如果是一對一大概40到60分鐘一定上得完 那有幾個重點我等一下跟大家提醒 那在上這個課程之前 這邊有一段話是以前我在做起來 我每次都會跟很多學員群講的 我們以前做一些訓練都是在外面 在那個龍潭 我們有時候帶到龍潭 有一個在渴望園區 渴望園區是做學習式的體驗 那個很好玩喔 一個那個柱子很高 大概有看起來應該有七個樓層高 七個樓層高 那你現在都什麼救生設備都綁著很安全 你要爬上去 爬上去之後你站上去之後 那個空間大概就只有這麼大 就是你大概就腳站著就沒有空間了 那你這樣去你會不會害怕 聽得懂嗎 那你要怎麼下來 前面站你不遠的前方有一個伸索 但是你如果站在這邊你是拉不到的 你要怎樣 跳出去 你拉到之後自然會把你放下來 可是很多人是不敢跳 很有趣的人到上面去都會怕 為什麼 因為你看怎麼變這麼小 然後下面是好高喔 對 那雖然你什麼救生神啊 綁得很好 很安全 但是你不見得會覺得很安全 那像我上一家公司 我們今年的四月份才帶一些人去美西啊 去美西做獎勵旅遊 然後就帶去大峽谷 現在大峽谷有一個地方 叫那個什麼 空中走廊啊 那個你在外面看覺得沒什麼 那我們有很多一年可以做一億的那些超級 超級top sales 在我上一家公司 一年可以做一億的 到那邊去看到那個 噗出來 不敢不敢走 它認為很簡單 那個是整個是透明的 你走下去看那個大峽谷就在你下面 然後是整個透明的喔 你感覺上自己要掉下去 雖然很安全 但是感覺上是掉下去 有些人是真的用噗的 然後還要我們去把它拖回 那平常他都不會覺得那麼害怕 所以我常常在講喔 假設你想要覺得很安全 就去做你本來就會做的事情 可是你如果想要成長喔 你就要開始挑戰你的極限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有一段時間 會暫時失去安全感 就是你去體會一下 當你在高空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在美國上前的訓練 都喜歡去做什麼 高空彈跳啦 過火啦這一些 就是讓你去感覺那個失去安全感 所以我常常有一句話就是說 當你不能確定自己要做什麼的時候 起碼你要知道你正在成長 因為當你不確定你在做什麼的時候 你就進入到這個階段 就是很不安全的階段 當你很確定你在做什麼 就是你在你的舒適圈裡面工作 你會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 可是當你失去安全感的時候 你就已經開始在成長的腦路上面 那我們來看到底ND又要上些什麼東西 第一個動作喔 我這邊拿來都是技巧性的東西 但在技巧之前還有一個心態 我們等一下會看喔 技巧性第一件事情是要帶著他列名單 是要帶他列名單 列名單完是不是進入邀約 邀約完就會進入約到哪裡 約到我們的說明會吧 ABC就是一對一啦 就是一對一 不用找你的上線來幫你談 然後再下來是不是會進入地結的階段 是到close的階段 那地結要分兩種 一種叫消費者嘛 對不對 我們所謂的消費者是什麼人 我們所謂的消費者 就是他有成為會員 但是他每個月重複消費 但是他連動作不到 對不對 另外一種就是我們所謂的經營者 我們要是這樣的 可是消費者可不可以透過你的服務變經營者 可以喔 所以這邊我們以後還有一堂課 是怎麼樣把消費者變成經營者 這這邊還有一堂課 那今天不會講到這一個東西 因為這個很深 然後到經營者之後你就要去跟進 對不對 那跟進到底要做什麼 簡單的時候跟進他來上什麼 NDO 那NDO所以一開始就 教他做什麼 做列領帶這些事情 你知道OK嗎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循環 那我們以後會辦潛訊 辦潛訊的目的 是讓這個循環能夠怎樣 跑得更快 因為這個循環你知道 Round一圈 代表你應該會產生一個會動的會員 好 那重點是你要用多快的速度 讓這個循環繞一圈 有些人是一天讓他繞一圈 所以一天產生一個C的會員 好 那有些人是要一個禮拜 才讓他轉一圈 好 那有些人是一個月 所以潛訊的目的 是要讓你這個轉一圈的速度變得更快 假設你本來是要一個月 你有沒有機會透過潛訊 把一個月變成兩個禮拜 好 假設你兩個禮拜 有沒有機會從兩個禮拜 變成一個禮拜 這是潛訊的目的 那我們還是環扣在這個運作系統裡面來看 好 好